话说这老子是开了金口 要替令营席指引一条修炼之道 于是就当场留下了五千多字 交给了令营席 还对令营席说道 令营席啊 这天地之间的真理无穷无尽 人们是无法轻易理解的 今天我匆匆留下了五千年 只是给你做个指引 其实呀离真正的大道还远去了呢 不过你只要记住 这天地无银有正面 清静无为道无边 于是令营席啊 就接下了老子的五千年 一看 道德经再打开仔细一瞧 哎呀 果然是字字如鸡 巨巨真银啊 哎呀 不 他引进着老子正要西行而去 就赶紧喊着说道 喂 前辈呀 您的大恩大德 万生感激不尽 万生斗胆再问一事 您究竟是何方神圣啊 这老子听了就骑着一头小青牛 背对了他说道 无名无姓无自豪 五千真言传玄妙